昨天我剛走出家門 我就被打 在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陌生男子靠近我 然後那個男子對我說 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因為我轉頭看她的時候 感覺她像是有吃藥 眼神換散 然後有在絞冰涼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本能性的往後退了一步 但是她說 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下意識的點了頭 那個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機 假裝要跟我自拍 然後就拿他的手機 非常用力的敲擊我的頭部 大家好 我是陳怡 非常的謝謝 今天這麼多美的朋友們來到現場 說真的 我剛剛是第一次看到 我被毆打的影片 所以身為一個被害者 其實我的心情現在非常的激動 我的心臟瘋狂的跳動 然後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自己 我不確定等一下在我跟大家講的過程當中我會不會哭 昨天我剛走出家門我就被打 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陌生男子靠近我 然後那個男子對我說 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因為我轉頭看她的時候 感覺她像是有吃藥 眼神換散 然後有在攪冰涼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可怕 所以我本能性的往後退了一步 但是她說請問你是陳怡媽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我下意識的點了頭 那個陌生男子就立刻拿起他的手機 假裝要跟我自拍 然後就拿他的手機 非常用力的敲擊我的頭部 還好我的反應快 我稍微往旁邊閃過一點 但是還是被她敲到的耳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耳朵這邊 現在還是有傷的 兩邊都是 我當下就是一個本能的 往旁邊一直撤退 然後一直想要逃 可是她的拳頭一直追上來 然後我不知道我就吃了好幾拳 悶泉之後 瘋狂的喊救命 還好在路邊有兩個外國人 健毅勇為的經過 立刻阻撓了那個兇手 如果不是那兩位 健毅勇為的外國朋友 現在我不會坐在這邊 我應該還在加護病房 因為她的每一拳 都是往我的頭上敲 是瘋狂的在下重手的狀態 我趁著外國人在制服 那個兇手的時候 衝到旁邊的消防局 大聲的跟裡面的人喊說救命救命救命 然後消防隊的人衝出來 把兇手給制服 他們請我進消防隊 兇手還繼續在外面 被我不斷的咆哮 可是她在咆哮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我沒有聽過好像叫做黃怡君之類的 但是她在任我的當下 清清楚楚的說 請問你是陳怡 我可以跟你拍照嗎 後來這個兇手以性刑犯的身分 去了警局 她在警局一樣 大聲的看到我就喊黃怡君 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媒體出來講說 那個兇手是認錯人 我在這邊要講 他沒有認錯人 他從頭到尾就是針對我本人而來 剛剛大家在影片的第三段看到 那個兇手要往前挑釁 有一個灰衣男子在阻撓他 那個男子疑似他的同伙 因為我們家的管理員 還有包括監視器路道 在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一台很詭異的黑色車輛 就在我們家門口徘徊 然後那個灰衣服的男子 他是這樣子共撐的 他說他當時在車上睡覺 不知道他的朋友衝下去打人 等到他發現的時候 就下來進行阻撓 所以非常的有可能 這個是一個預謀的犯案 為什麼 因為發生的地點 就在我自家的門口 再來 我懷疑他們是已經埋伏在那邊 準備等我出來 然後確認是我本人的身分 對我進行攻擊 以上是我昨天遇到 可以說是人生當中最可怕的經歷 你們可以想像 很多粉絲走在路上要跟我合照 其實我都是非常親切的 很開心的願意跟大家合照 所以在責任那個當下 我也是雖然我對他有點害怕 但我也是要笑笑要跟他合照 但是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提防的情況之下 他就對我喊了一聲髒話 好像是XX之類的 然後就直接往我的頭上這樣砸下去 我到現在那個畫面不斷的在我的眼前一直徘徊著 所以其實我從昨天晚上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辦法睡覺 然後這件事情 在當下我本來不想伸張 為什麼 因為我非常的害怕 我害怕什麼 我害怕我不知道 這些人知道還會對我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我也很害怕 我主動的在我的自媒體伸張 大家就說我吵新聞 同時我有考慮到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還有網紅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 從館長中了三槍 到後來的菜喳嘎 到最新的TOEV 每個網紅 他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輿論風向是什麼 輿論風向是 你們自己嘴囚 你們活該被打 打得好 你們就可以言語暴力人家 人家就不能夠肢體暴力你們 我看到那些輿論風向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殘酷的 所以 我不知道我的心有沒有準備好 去面對這些輿論風向 所以在當下我選擇 我不想伸張 這件事情我想了非常久 直到昨天晚上深夜的時候 有社會線的記者好像知道了風聲 來詢問我這件事情 我也知道新聞一定會爆出來 那既然新聞要爆出來 我就要大聲的說出來 因為我不是第一個 但我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現在這樣子的暴力情況 所有人都仁仁自為 我們都不知道下一個人是誰 而且 我是一個受害者 我沒有犯錯 我沒有錯 為什麼 我要偷偷的躲起來 會不會 因為這樣子的暴力對待 以後再也沒有人敢講真話 敢說實話了 我自認為我當網紅以來 我一直以來都是就事論事 我一直以來都是希望能夠講真話 粉絲支持我 也是因為覺得我講出他們內心 真正想要說的聲音 可是今天一個講真話的人 要承受莫名其妙的暴力 身體的威脅 大家看到我們這樣的下場 以後還有誰敢說真話 如果今天我就算有錯 也應該是用司法來審判我 不應該是這樣子私情的對待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 我強烈的譴責暴力 我想有很多網路上的輿論說 你們就可以言語暴力 別人就不能對你肢體暴力嗎 我想請問的是 現在在新聞底下 對我或是其他網紅留言的風向 很多人都說你被打活該 誰叫你平常嘴球 打得實在太好了 普天同慶 請問一下你們這些言論 對我們來說 難道不是言語暴力嗎 難道不是譴責受害者的言論嗎 你們覺得你們這些言語暴力 值得被肢體暴力對待嗎 如果你們不覺得 你們怎麼可以縱容這樣的暴力 今天我們之所以選在立法院 舉辦這場記者會 大家覺得我有多了不起 我能來立法院舉辦記者會 但是憲法本來就保障我們所有人民 免於恐懼的自由 可是此時此刻我想跟大家說 我很恐懼 我希望所有在收看這場記者會的各位 所有台灣的人民 每一個人你們都可以自由自在 說自己想說的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們都不要害怕 我們都不可以恐懼 希望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社會可以還我們一個公告 謝謝 因為我得罪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每一個我可能講過的人都有嫌疑 包括旁邊的橋西也有可能 我得不承認確實非常的害怕 因為他們這一次對我做出這樣子的毆打行為 還好有兩個路線 不承認的路人經過 不然的話我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下一次再出現 我不知道他們還會對我做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有認真在思考這個問題 可是我有想 如果因為這樣子我就避罪了 是不是告訴這些人 暴力是有用的 我們都可以用暴力解決問題 就是因為這樣 我今天才要站出來開這場記者會 因為我想要向暴力宣戰 我認為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我們永遠拒絕暴力 沒有要找館長來 但是我有聯繫館長 然後也有聯繫其他的網紅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出來譴責暴力 因為今天我們陸陸續續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不知道下一個會出事的會是誰 想問一下 因為之前TOWYS跟這個超派 就是打架的事件 然後其實超派揍人 然後後來還交保 然後出國 那演示了一些模仿犯 包含一些學生也有超派本田打同學 那這次的事件可能也是模仿犯 那想問一下這個隊 會不會因為這樣有後續一連串的效應 暴力 我也認為超派事件變成一個風潮 要保護我們的人民嗎 如果政府跟司法都不行 台灣的人民不是活在恐懼當中嗎 我等一下 剛剛有說媽媽有到場是不是 那會不會擔心之後家人的一些人身安全 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拍到我媽 因為很擔心家人的人身安全 畢竟我在警局做筆錄的當下 我第一時間我是立刻聯絡我媽跟她說 我發生這件事情叫她進出小型 因為我很害怕下一個她被動手的對象 會是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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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影像的時候真的非常震撼 一個這麼嬌小的女子被飛踢 用那麼大的 好 講你所相信的 相信你所講的 真的 我 我知道 我知道壓力很大 我們每天在電視上面 做這些發言啊 有的時候也會有人講說 你要小心你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也會有很多的威脅恐嚇 說不要怕是假的 但是 那我們四個人 給他們母女一個溫暖的擁抱 對 那我們 也先跟大家說 謝謝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想說話 我從來沒有想到 把這種智慧搞那麼煽情 這也不是我想要 如果不是這樣 看到我媽 媽在現場那樣子 從昨天 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 我聯絡他 到剛剛來記者會 之前 他都一直 很冷靜 故作鎮定 然後跟我說 沒事啦 不要怕啦 我覺得他們不會對你怎麼樣 但是我媽媽 她心裡承受的壓力 比我還要大更多更多 她那麼的擔心我 可是 可是我覺得因為 我覺得因為 我自己想要講實話 讓我自己的媽媽擔心了 我希望不要有下一個人跟我一樣 在出貨這樣的暴力對待 講實話本來就沒有錯 我媽媽告訴我的 我媽媽說我沒有錯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被暴力對待的時候 該道歉的是我們 該被譴責的是我們 為什麼 什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